各位聽眾早晨,歡迎來到我們《望向早晨》第三節 首先這裡有我們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早晨 聲音又開始有點不對勁了 有我們澳洲的珍卑舌 你好,大家早晨 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不妨share和like 記得訂閱旁邊的鐘仔 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而撞到我們中立和平為理性的聲音 這一節主要是說 這一兩天各方面開始盤點了 到底中美後逆戰誰是贏家輸家呢 很奇怪的 香港那些人就說特朗普是贏家 KOL 反而是美國 美國那些諾貝爾經濟學得主 那些竟然就會說 這個Paul Krulman 黑魯曼 就說他是輸家 看看大家相信誰 挺有趣的 而今天《紐約時報》也說了 特朗普也沒有贏到 不過他主要是說 如果由製造業來看 製造業來看 中國其實 怎麼說呢 四五個 是拿多了東西 不過拿得最多的反而是農民 主要中國是買了很多美國的農產品 其實在四五個禮拜之前已經買了很多 其實本身都有買的 只不過是因為貿易戰 貿易磨擦才買少很多 是的 其實特朗普其實不需要真正贏 經濟上不需要真正贏 這個貿易戰 這個人就是 這個人是重視這個過程 比如舉個例子說粗皮一點 他是重視溝女的過程 而是不重視溝女的結果 是 就是溝女的過程 他享受了就可以了 還有他被人看到 他是一個花花公子 就可以了 人人都想他的 他其實要做一個形象出來 他就是 基本上對中國是非常困難 他做一個形象出來 純粹一個形象工程 所以這次貿易磨擦 有很多人很悲觀 美國整個戰略 都是要毀滅中國的 有些人這樣說 要搞死第二位 那實際上是不是 大家覺得 其實 不是 因為我看回《紐約時報》 和剛才講過《隱》那篇報道 基本上他是想消滅貿易逆差 他整個高 搞這件事的高 是我要消滅貿易逆差 大陸買多些我們的東西 但是如果看一看 2016年的10月 到2017年的貿易逆差 在他任職期間 根本就不減反增 total的貿易逆差 由5440億 到第二年已經升到6910億 根本上是沒有貿易逆差 反而是 那貿易差沒有減少 反而增加 基本上他是對中國做不到任何事情 他說他的知識產權 是限制了中國如何如何 但是最核心 中國的最核心知識產權 對於他的擴張中的貿易的補貼 是任何事情都做不到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多賣一些小麥出去 因為那些小麥是他那些搖擺州份的小麥 搖擺州份和農業州份是選票比較多 是特朗普的必食位 是這麼多 國的產業戰略核心 那些龐大普貼網絡是一個都搞不到的 我覺得那些農業州份以前都不一定是特朗普的票倉 但是只是上次選舉 因為我們都說過 希拉里克林頓 希拉里 其實他給人的樣子是 其實是像中產 跟他傳統的民主黨那種中間偏左價值 別人覺得他是右 他如果這樣顯示出來 如果他是一個右派的話 那些其他他以前傳統支持開的中間偏左的選民 就討厭他 所以其實為什麼 Bernie Sanders 就是桑德斯 其實他出來都是有一批人支持他 因為他代表一種傳統的左派的價值 或者是社會主義者的價值 但是這樣就是好像Kolben 英國的Kolben可能會死得很慘 當他去選的時候 他一定是死得很慘 死得很慘一定會 美國其實是妖魔化了社會主義者的名字 因為蘇聯那時候就是社會主義的 其實蘇聯從來都不是共產主義國家 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大家要認清楚 他們就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放在一個對立面 對立面 所以現在你一說社會主義 其實在美國的人一聽到 就會覺得有很大部分 深圳一陣 他們不會深究的 是的一說就是深圳 他覺得你是紅色的力量 其實現在中國 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人家一看 你都是共產國家來的 其實雖然不是的 還要是這個初級階段 其實還有一段發展 共產主義還有一段發展 中國的角度來講就是這樣 現在美國因為一早潛移密化了 很多年就是宣揚紅色恐怖 對 所以一說比較阻敵的人 基本上是絕對選不到的 在美國 這種算是比較極端的資本主義型社會 基本上美國就是西方世界裏面 就是不計香港 就是走這個資本主義是走得最極端的地方 就是香港最慘就是 香港就是資本主義發揮到極致的地方 就是極拔干預的政策 是因為是要用這套意識形態 當時是冷戰年代 要用這套意識形態來對抗 打蘇聯的嘛 不只是蘇聯是對付中國 告訴中國人聽 香港這套東西是活動的 希望將中國完全變成一個 跟香港一樣的社會 其實你看看改革開放 到了中期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政策是沒有干預的 就是那個市場那個 結果就扭股得很厲害 就破壞了那個環境 所以現在習先生要出來撥亂反正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是不是 其實是 不過這樣說 這個是必經的階段 我不是說做得不好 而是沒有辦法 因為那時候太窮了 你唯一一個方法要生存 就是要犧牲那個環境去賺錢 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在西方這一套他控制的 整個體系裡面 你不敢做 你根本可能連市都沒得吃 那時候 這個真的是 還有社長經常都說 其實那些好像西方世界說的 是不合數 經常說什麼中國佔了很多資源 又說賺了很多錢 但是 是交易來的 其實是犧牲了很多人的健康 就是我說是改革開放 犧牲了環境去換回來的 其實是叫做血汗錢來的 他們這樣說是完全不合數的 這樣說其實是叫做什麼 就是叫做 唉 我打個不合的比喻 就是 我現在來這裡吃飯是負貧的 其實你來這裡吃飯 那你都吃了一頓飯是嗎 都是交換的 是嗎 其實就是一種叫做 能價交換 其實能價交換 沒錯 你覺得 因為是交易 這個是自願的交易 你覺得價錢合理 你才會做這個交易的 沒錯 你不是要做這個交易 最重要就是這樣 就是 有多一樣東西想說 就是 香港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你看起來很慘 就是 它是將資本主義發揮到極致 極致沒錯 結果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買不起樓 不是因為 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 還有 就是那個稅機是非常狹窄的 全部都是貪丁的 地產 就是你將那個稅 不是在那個 新鳳稅 不是在利得稅那裡收 最主要的稅就是 在地價那裡收 就是政府的收入來源 就是在地價那裡收 其實我想問一件事 常說利得稅 和新鳳稅英文是什麼 因為這些那麼中文我不是很明白 其實 其實就是 新鳳稅就是income tax 利得稅就是 profit tax 或者其實就是 都是income tax 就是 其實沒有分的 鬼佬地方就是 是不是都是叫income tax 是呀 什麼都是 因為叫taxable income 就是 商業 就算商業稅 都是叫 商業公司 就是怎麼說呢 你譬如在澳洲 你做生意賺了錢 我舉個例子 他都是 他都是要交income tax 那個business的income 沒錯 其實在英語是 就沒有分說是 新鳳稅還是 就是公司稅 但是他的數字 是可以分開的 究竟是 individual income tax 還是company income tax 他是這樣分的 你individual就是 新鳳稅 company的就是 就是利得稅 其實如果香港的 context 應該是這樣 如果有更正我們的網友 可以說一說 因為我們都是純粹說回那個常識出來的 就是香港的情況 因為香港的 其實絕大部分人 都是不用交稅的 就是 這個情況就是 表面看是不用交稅的 就是一般小民百姓是不用交稅的 我有個朋友 他幾千萬身家 他打份工呢 就 三萬元都不到一個月 那麼他加上那些 父母免稅額 結果一元都不用交的 就是封樓工來的 老實說 但是他還在賺錢 因為其實他那些 那些幾千萬的身家 那些資產在賺錢的 幫他 他那個 他賺三萬元 他租一個兩萬多元的地方來住 那 頂他 還有一副身家 其實香港有很多這些人 我認識的都不在少數 其實有很多這些人 他們不在乎 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 其實要理解一下 為什麼那些人 不是真的很在乎 社會經濟有沒有影響 第一 他沒有樓的 有些人是沒有樓的 現在他不得香港的樓市倒下去 不得股市堆爆他 沒有所謂 這是他們的理論 反正什麼都沒有 他們整個人都敢說 真的 但是有些是真正什麼都沒有的人 有些不是真正什麼都沒有的人 在社會上 其實現在最慘的 社會動盪就是 真的什麼都沒有的人 但是要拼搏 譬如 份人工很好的人 但是沒有資產的背後 其實這些人是更多的 份人工很好的 沒有資產 現在林鄭出了個政策出來 九成案件 他們可以上車 上司 就是買一些社會上的資產 其實 其實沒有問題的 這些政策 是好政策來的 好政策 其實整個社會有很多不同的人 不可以純粹 如果你討論一個政府的政策 你不可以純粹用一個人的眼光 這些對我沒有益的 所以我就不覺得這些是廢的政策 沒錯 對你來說那個政策是廢 但是幫到某些人 這件事情 你說家臣 沒有話繼續說 我講 其實這樣是比較狹窄 因為整個地方的經濟流動 都是對你那份資產 或者對你的工作是影響的 如果真的很慘的話 比如經濟衰退百分之二十 那你的工作可以保得住 不會的 所以其實你這樣很狹窄去看 只是自己那個行業 或者那個地域 就是那個區 其實就是 是會誤判很多形勢的 老實說 就是我覺得 這樣其實就是等於 這個特朗普對中國一樣 我們再講一下樓市的問題 好 好 那特朗普其實 他一直在說 他是中國給關稅 但是其實是出口術 原來現在有人計過 中國的出口價格 根本沒有下降到 這個社長好像說過很久前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不是完全是真的 就是其實那個出口價格 沒有下降到 是這個從人民幣的角度不是 就是我的理解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美元來計算 就可能是真的 就是那個出口價格 沒有什麼下降 但是呢其實 有很多情況就是 美國的公司要 就是要中國那邊的企業 硬了那個成本 其實他很難算得到 究竟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 其實很難知道 就是我只可以說到 我聽回來 還有我看到的東西就是 有很多公司其實是 就是怎麼說呢 如果是少的percentage的話 他就要硬了那個關稅 他就將貨就價 其實最常見的情況是這樣 就是那個價錢 那個價錢沒有變 但是那個貨的質量就變了 哦明白 所以很難看得清的 整件事 就是你硬了 有些公司要硬了 要它硬了它 其實對一些廠商來講 是非常的殘忍的 這件事其實是出現了 但是中國人有應對方法 就是降低質量 降低質量 降低質量 還有數量變小 就是好像 社長以前 你不知道 你應該都喝V仔 其實我初初想 V仔那麼久都沒有升價和降價 原來很久之前 我不小心看到那些瓶 原來以前好像是600 還是550 現在是500 就是薯片 澳洲的薯片 本來長期都是200克的 然後 200克 然後最初是180 然後現在改到150 它是這樣做的 它的價錢不可以升了 那它就減量 還有就是減量 還有就是減量的 其實做生意全部都是這樣的 其實一分錢一分貨 老實說 一分錢一分貨 沒有死在 但是 怎麼說 你的錢是都要找人出的 究竟是什麼人出的 其實你要真正 認識什麼人出的 其實沒有人知道的 就是你不是那麼容易知道的 因為那個貨物的 標誌會改變的 不會完全一致的 除非是一些零部件 零部件應該沒有辦法 但是 它們的走向 又不會純粹是直接去到美國的 它很多時候 繞個圈 繞個圈去加拿大 墨西哥 加拿大 墨西哥 然後再放到另外一件東西 然後再進去美國 那些你又看不到 所以實際的操作 沒有人知道的 所以我也說了 特朗普也不是要那個結果的 你說他贏輸就中了 他只是要過程 這個溝慮的過程 他重視的就是溝慮的過程 就是重視貿易戰的 貿易摩擦這個過程 就是要不斷摩擦就可以了 其實我是這樣看的 其實有點像這個泛民 是不斷要搞事 直到他要選舉之前大選贏 沒錯 其實 社長 有一件事 我其實覺得他是有結果的 他的結果就是做出一個形象 我是這樣搞 這樣打 其實他不是要經濟實質結果 但是他要個人形象的結果 就是證明到 我是可以的 他為什麼要取名模 就是他 還有為什麼只是要溝名模 就是因為他要給人家看 他是有錢 還有他是一個花花公子 特朗普出處 這個人根本長期都是這樣做 這一類型的事情 長期都做脫口手的 美國精英有沒有 是 還有美國精英有沒有一個戰略意圖 有些人說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可以說一說 美國的精英根本就不是鐵板一塊 根本每一個光譜的人都有 這個真 有些人說美國的精英階層 是一定要中國死 其實這件事不是真的 這件事不是真的 所以有時候內地那些文章 很多時候說的那些東西是不盡不實 其實西方國家有很多人 其實是很喜歡中國這一套 但是不喜歡的人也很多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大家做自己應該做 就是講好中國故事 你見到一些朋友說 他說新疆那些東西 跟他聊一下 下次我都會再病了 我都會看回同一個醫生 就跟他說 其實情況不是這樣的 我講過情況給你聽 你會去新疆看 說真的 我跟他說 你有沒有去過中國 其實你現在說中國這麼不自由 不如跟你去一次中國 然後就去到深圳或者北京 就搜尋一下這個小熊維尼 是不是搜尋到 然後你可以在天安門廣場 舉一個小熊維尼的大牌 會不會被人抓 會不會被人抓 其實是不會的 你就算抱著那個小熊維尼的公仔 去到天安門廣場 你去拍一張照 我不覺得有人會阻止你 你只要那個公仔過得到安檢就可以了 沒錯 百分之一百沒有事 其實我覺得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也講多一次 其實我覺得特朗普可以連任到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是會連任 現在這個局 因為他出來的那幫人 都是 民主黨出來的那幫人 沒有一個是 可以看得上眼的 彭博 你覺得彭博 彭博過到關才再說 老實說 彭博如果出來 還有少許機會 但是我怕他會變韓國瑜 還有他都是 商業味都是重 都是大有錢 所以 如果你傳統的左派 我是誠意的 老實說 其實我是 我看過世 就是我看過世 其實是Bernie Sanders 是勝出的機會比較多 因為我從一些 我出生地 美國 從那裏知道 其實傳統的民主黨人 貌似都是 拜這個 Bernie Sanders 和桑德斯 多一些 跟英國工黨一樣 最後 可能的compromise 都是找這個社會主義 即所謂社會主義者 其實 我看他又不是很 很左 但是 但是你知道 那些媒體肯定會打 打到他很左 要走共產主義 那些 你知道 美國媒體最厲害就是 塑造形象 還有 川普先生 有這個 叫做 傳媒大亨 阿鐸叔 陪鐸幫手 其實 我這樣看 其實 川普先生 連任的機會 是比不連任高 你應該也是這樣看 還是覺得他會連任 我覺得他會 因為基本上 現在民主黨的彈劾是會失敗 首先 因為過不了三年 還有人選是不夠強 最重要的人選不夠強 所以 這一次貿易戰完了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我不管你 你贏輸 最重要是你搞定他 基本上跟這個脫鉤一樣 是 跟英國脫鉤一樣 你搞了這麼久 搞了這麼多年 搞完 搞完你就走 搞完就算了 快快手手 搞大選 我再選你 因為其他人我看不上眼